芒果台跨年晚会 都比不上的 就这样 他整整练习超过了26次 才有了直播现场 经为天人的降临 和潇洒帅气的360度旋转 2021年天天向上第一期 感受戏曲之美中 王一博挑战京剧大舞声赵云 一博在幕后练习了无数回 有一个抬腿动作一直做不好 连老师都对他说 站不住 我们腿就不抬了 可王一博坚定地说 站得住 一定要抬 然后一次一次尝试 一次一次挑战不肯放弃 最终演出时行鱼流水的转身 干净利落的收尾动作 让台下的专业京剧老师们 都藏不住赞赏的眼神 一博自己也说过 他没有任何一瞬间打过退堂鼓 选择去做的话 就是要往好的方向去做 他也是这么去做的 还记得第一次在营廷上 见到王一博 是2016年天天向上 他以天天小兄弟的身份亮相 当时的小编看着王一博 只觉得 这个小伙子长得也不是很帅气 作为一个主持人还呆呆的 连话都说不利索 而在天天向上这几年 一博对待工作 一直保有足够的认真 勤奋和敬业 让我们明显地看到他的成长 看到了他从王甜甜变成酷盖 王一博相比于他的颜值 他的那种把热爱的东西 做到极致的精神更为吸引我 他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身体力行地去做 无论是舞蹈摩托还是滑板 所以他今日的成功 并不是随随便便而成 这都是他一点一滴的积累 背后的汗水 伤痛 泪水不计其数 最终才成就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 宝藏男孩 王一博 他们每个月份 都很敏 我请不吝点赞